雲利縣福治國中學生前往嘉義愛里山樂野部落參訪 嘉義蔬菜產銷班班長楊孝明 帶著這群學生走進高冷蔬菜溫室 細心講解有機無毒種植蔬菜過程 福治國中學生看到當地農民 花費時間製作有機肥料 雖然產量比傳統冠季農業少 但約一生產出 對消費者食安健康有保障的農作 覺得很感動 就是其實蠻感動的 因為很多人就是為了我們身體的健康 他願意付出這件事情 為付出做這件事情 對 所以如果沒有人做的話 我們不會吃到這麼好吃的東西 就是有人會發現到這個點 然後就是開始發起這個活動 就是活動或者是一些 就是他的轉變 然後就是覺得很偉大 同時也教學生如何采收及製作愛玉 體驗農作樂趣 而當地農民其實要傳達的觀念 就是不使用化學農肥料觀念 讓友善土地耕種方式 能被更多人看見與認同 記者那麼路任在愛山採訪報導 你會在哪忙 你會在哪忙